家長是決定性因素的 決定小孩成功與失敗 即使家長無法履行這個工作 也有一個成年人陪他成長 基本上是家長要先改變 子女才會進步 因為子女不會跟從家長說的事去做 他們看家長做甚麼行為或習慣 他們會跟著做 第一,睡夠時間要充足 而且要固定時間 否則他們睡夠時間不夠 他們每次會做錯事出錯 第二,大家要明白為何要上學 其實上學最重要是問老師 問老師不是有問題才問 而是一個習慣 所以放學之後 應該在學校找個安靜地方 去溫習今天老師教的東西 第三個習慣就是 溫完之後 就應該堪著一本書 不要看 用自己的思考去做出一個筆記 接著我們人腦有一個錯覺 就是我們聽聽老師說話 我們覺得好像不明白 其實實際是不明白的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你預習明天老師會教的東西 你不明白就立刻舉手去問的 那第四個習慣就是 你百分之一不明白 按著香港的口試制度 你都是拿到50分 那你想要高一點分數 你就要做多些難的題目了 如果有人教你怎樣回答問題 你轉頭就忘記了 所以給自己機會掙扎 找不同方法去解決困難 我覺得對學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他又自己發現那條路怎樣走 他盛世都會記得的 請你記得拱罰一下 請您看看 所以現在是甚麼時候 在加班的打球 再夕點 那時間最終點 就是我會讓你 你的護照 你真的不明白 你跟你的護照